我們今天要來吃土耳其的零食 在網路上呢就是有些人去土耳其回來推薦說那個零食很好吃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開箱試吃 你們要先吃甜的還是鹹的呢 鹹的 鹹的喔 鹹的就洋芋片呢 我桌上好像幾乎都甜的耶 我們就先吃當地熱市的 欸好像是洋蔥酸奶口味 歐洲呢他們那邊的洋芋片比較特別是他們都會有這種口味 台灣是比較不會有 我之前去那個瑞典是有買過 然後那個牌子的也蠻好吃的 但是土耳其包好不好吃 那他這個是薄片的 他另外還有就是比較厚片一點 但是我個人比較喜歡吃薄片的 會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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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不會吧 會酸嗎 應該不會吧 嗯 剛入口的時候那個酸奶味比較濃 可是我吃到 我連洋芋片都還沒吞進去喔 我吃到 我吃到 快最後的時候就沒味道了耶 沒有奶味 他酸奶的那個 酸味沒有很明顯 奶味蠻重的 嗯 我吃起來就還好耶 我覺得我在瑞典買的那個洋蔥酸奶會比較有味道一點 因為他的洋蔥味也蠻重 但是 他這一款 結果比較還好 沒什麼特別 可是比起來他的味道一樣是酸奶的洋芋片 我會比較喜歡瑞典他們的酸奶洋芋片 啊 聖甜的 沒得選擇 不過其實當地他們會有賣很多杏桃的東西 然後 像水果乾啊 一定要去買 然後這個就是 就是 我媽已經忍不住就是開來吃 然後剩下三塊 我是硬說我要開箱 要幫我保留才幫我保留 然後每天都在問說什麼時候可以吃 啊就剩下三塊我們一人一塊啊 他這個是杏桃的 然後他會有分就是有沒有經過日曬 如果有經過日曬 他是比較偏黑的 但是他 我就是選他原本的那個顏色 我個人是已經吃過是蠻好吃的 你們可以吃一下 我覺得他的酷爾奇的水果乾真的 還不錯 真的好吃 他有一種 茶葉的味道 嗯 淡淡的茶葉香 然後他的蜜餞並不是甜的 也不是鹹的 他就是 是原味 水果的原味 然後 做成他的乾 然後裡面的果肉就是 也蠻真實的 就是直接整個水果然後封乾 就這樣 就很簡單 所以我覺得還蠻推薦的 大家如果去 突得起超市的話可以買 他蠻舒服的 我其實沒有想過他的蜜餞 會做成有一點 茶葉香的味道 蠻特別的 這個就是推薦 推推 餅乾的話 他是很像 匣心餅乾 然後為什麼我會買大跟小呢 因為我就是找不到 我本來想要買 都買小的啊 但我找不到這個口味的 先遮這個好了 然後他這個土應該是 我覺得應該是 我覺得應該是 對咖啡 咖啡巧克力嗎 不知道 因為他旁邊這個是咖啡凍 咖啡凍 咖啡凍 然後旁邊這個我就不知道 是咖啡還是巧克力 就試試看 聽說嗎 聽說嗎 嗯 好酷欸 嗯 嗯 巧克力 然後咖啡 不會很甜 哇 嗯 那種香香的 可是我覺得吃起來 很像台灣的什麼餅乾 我想不起來 很紮實欸 很厚 台灣的巧克力 那個夾心餅乾 會是 有空氣感的 但是他中間 填滿的巧克力 然後他有一點 咖啡的味道 整個很厚欸 重點是他不會很甜 可是買你的巧克力醬 可是我蠻推薦的 這個口味喔 看清楚 塗要看清楚 因為他其實有很多種口味 然後很多種 嗯 就是他的塗 你要注意看 他就是要這樣一個 咖啡凍 然後有這個 咖啡粉 然後有巧克力醬 就是這三種塗 這個 口味才能 是我們要的口味這樣 大的這個 我覺得 牛奶 然後 牛奶巧克力吧 這感覺很像巧克力粉 要不然就是牛奶咖啡 就是 對 這 不知道是哪一個 嗯 不是吧 這個椰子 我其實有想過 可是因為他這個是一個 那個 杯子 然後 是白色的 如果是椰子應該是會有畫一個椰子 才對 我覺得啦 新品害怕的椰子 欸很難搬欸 沙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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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沙葉 沙葉 像我們做成這樣包裝 其實有點神奇 台灣好像不會做成這樣 牠其實是兩層 牠兩層對不對 難怪牠就是 感覺吃起來很厚 牠其實是可以分開 牠會其實是這樣吃的 嗯 嗯! 吃飯! 欸! 椰子咧! 新品登登! 這吃不出來啊? 有味道了 對不對 嗯 椰子巧克力的味道 我比較喜歡上一款 這感覺就很一般 剛剛那個 有咖啡有巧克力的那個 我覺得味道比較濃郁 然後 比較順 再來就是我們的巧克力 除了其他 最有名的就是把開心果 放到任何的食物裡面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吃黑巧克力 然後 這兩個牌子算是他們當地 比較有名的牌子 這個叫ETI 這個牌子 還有這個是 雀巢的 雀巢的牌子 它一塊就是正方形的 因為它黑巧克力就是味道比較濃郁 我覺得有點蓋過去 我也覺得有點蓋過去 我在土耳其的時候有吃過這一種 然後是牛奶巧克力的 欸! 開心果的味道會比較明顯 然後巧克力的味道 比較不會像這種黑巧克力整個蓋過去 就是沒有把它開心果整個特色 凸顯出來這樣子 雀巢的開心果黑巧克力 超金箔欸 好像是這樣子 嗯?它怎麼會有一種藥味啊? 有一種 甜甜的味 它的這一排的那個開心果 給的比較少 你看它的 橫切面 蠻少的 就是少少然後扁扁的 然後剛剛這一排是 我給的時候我就看 哇! 很誇張 差很多欸 對 所以我們吃下來 我是覺得它這個 比較有口感 然後 它巧克力比較順 對! 比較順 然後這一個就 就很薄 然後又沒有什麼嚼勁 主打是開心果巧克力 但是感覺就是 你有沒有開心果其實都沒差 然後我是覺得它巧克力 本身有一種怪怪的味道 但是它這個就是 真的是 立刻下去就是覺得是真的黑巧克力 然後它開心果就是 很大方的給你 所以這兩款我會比較推薦大家去買 這個 ETI的 對 比較去買雀巢的 不好吃 真的不好吃 再來呢是 我們的 茶的系列 因為土耳其人他們習慣喝茶 然後 嗯 他們那邊有名的就是 土耳其茶跟 蘋果茶 就是他們很愛的 那蘋果茶是 有人推薦是要喝這個牌子的 紅茶的部分呢 有人推薦是要喝這個 那時候 拆封的時候我覺得很香欸 我放在洗淋箱裡面然後 隔一天我洗淋箱全部都是這個茶味的 這個 這個應該就是 也是正統的土耳其茶吧 還是紅茶 不曉得 人家說是要買這個牌子的 然後這個牌子的偏偏沒有出小包 最小最小就這麼大包 算了 反正我也很愛喝茶 就把它買回來喝喝看囉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來泡茶囉 上水 有嗎 先喝啥 蘋果好了 蘋果茶 可以聞啊 這個蠻香的蘋果味 有嗎 它有 欸 有藥物 蛇 金 好香欸 欸 它有笑臉 笑臉茶包 好可愛喔 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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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那是顏色很漂亮欸 小皮就是茶的顏色 可是蘋果茶是紅色我有點意外欸 蘋果很濃欸 很香對不對 又來了 它是有點酸酸的然後 蘋果香氣 但是喝起來不太像 嘖 是蘋果水的感覺 大家看到嗎 我還喜歡 我還喜歡 那是它的菜 欸 它這個茶不會色欸 蠻順的 這完全不色 我覺得它們的茶都蠻淡的欸 很順 就是順順的然後淡淡的這樣 你說我堅果味 是不是剛剛那巧克力 它不太出來欸 乃瓜一定可以跑 乃瓜一定可以跑 乃瓜 好搭啊 還默默的這樣 一句 等一下還可以再炒 不然還這樣可以再跑 等一下我們會配 我們的重頭戲 就是土耳其的這個甜點 它已經在旁邊了 喔是茶葉欸 太濃濃到水 咖啡 好 沒有 現在要先讓它泡了 現在加了什麼 這個整選 先讓它泡一下 呵呵呵 呵呵呵 先讓它泡一下 呵呵呵 可以普掛了 看一下浴室 你怎麼喝泡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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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一種 中藥材的味道欸 一種很補的茶的那種 養氣精氣神那種 呵呵 這跟剛剛這一杯 單單的茶不太一樣 對不對 有沒有一種 丹丹是誰 丹丹是誰 哈哈哈哈 丹丹漢堡 丹丹 丹丹 丹丹的茶 我們現在來吃我們的重點的甜點 其實當地很有名的甜點店 那它其實一定滿久的 1864 就是你知道看到這個老爺爺的圖像 然後它有個1864 就是其他路上比較熱鬧的地區 就是有滿多家他們的店 他們就是一樣把甜點然後裡面是包那個開心果 然後跟一些其他的果人這樣 我就發現他們那邊的甜點很喜歡做這樣子 食物的搭配 然後它就是會給你一個這個結合 然後這就是它的甜點 它很像一塊一塊的果仔 然後就是只是果仔裡面是裝 你看各種不同的那個果類 然後當然開心果是最大中 然後我會買是因為我有試吃過 那我印象中我一開始看到這個我想像中就是 它中間這個是非常非常甜 然後加開心果的東西 但是後來我吃了它是我覺得不甜欸 我是嚇到因為是不甜所以我才覺得好吃 因為它是開心果的味道很濃 我現在來開抹茶 它那時候是一直勸我買架上 可是我就不要我就很想要口口 所以我不知道他們到底是可以自己配還是說 是只能買他們配好的 這個就不得而知 總之它就是被我說服了 他就幫我配 你忘了怎麼說服它 我也不知道 可能我就一直不離開 然後一直在那邊 然後看著coco的口味的東西 我就說OK 我還比較喜歡這個 過來他就說算了算了我就幫你配 然後我現在目前知道 就是除了我在就是現場有吃過的coco的味道 然後還有這個是蔓越莓 然後這個是抹茶 然後其他的我都沒有吃過 所以其他有包好包吃 有些人覺得太甜 但是我其實也蠻討厭甜的 但是我吃了我就覺得不會甜啊 就是跟我想像中的不一樣 因為如果你真的要說歐洲他們做甜點 他們真的是甜得要死那種 所以相對來說我吃這個時候我不會覺得甜 coco coco 到底是什麼味道讓你忘了 你被我強情帶來的coco囉 那你咧 那我吃抹茶的好了 抹茶我在現場沒有吃到 我吃了 你吃了 你吃了 哈哈哈哈 他們本來要分享吃 然後說 我吃掉了 我這盤很多啊 你們想是不是不甜 對啊 完全不甜啊 所以我才買 而且他很配那個開心果 他開心果的味道是濃郁的 他幾乎是 蘸滿了整個甜點的味道 其實他只是陪襯 很好吃 對 是不是還不錯吃 我不知道 上面這個是什麼 應該是夏威果的 不知道是什麼 我的抹茶 其實他沒什麼抹茶味欸 淡淡的 但是 我覺得大多吃起來就是還是開心果味道會比較濃 coco是不是很不錯 就是不甜啊 真的講起來有點奇怪 吃甜點然後不甜很不錯 可是就是 就是我會比較喜歡請像這樣的 中性的甜點 就是這樣太甜 比較淺色的 然後我吃一個比較深色的 什麼味道 這是橘子 橘子 因為橘子就會有藥味 但是軟糖跟那種橘子味 我自己本來就不喜歡吃橘子狂味 他們被蒂死了 寶寶的這個 很像性能片的東西 哇 不要說不要說我聞 沒什麼特別 這塊紮實來自於 因為他旁邊 裡面有痘痘 外面也有痘痘 好像就一般的蜂蜜欸 啊我忘記錯了 就是他說 這些甜點啊 都是用蜂蜜做成的 但還有另外一款是用糖做成的 我就不要 再來最後 這個是開心果 然後不知道是什麼 那咖啡嗎 不是啊 我吃不出來欸 嗯 有種香皂味 什麼吃到香皂味 好像在吃香皂 那這樣有什麼味道 還有什麼花啊 很濃的香皂味 不行啊 不行我覺得好 那我再吃香皂 我真的誇張 我覺得還行欸 啊不行這個我不行 我覺得是比橘子好吃 好啊我寧願橘子 因為我覺得很像我在吃芳香剂 你不覺得嗎 我覺得是咖啡欸 咖啡 有種芳香剂的味道欸 它花香太重了 對 可是我一直吃到咖啡的味道欸 怎麼回事 它就是歪掉的咖啡 這跟橘子一樣 我再攻他一下 我們現在推特出的就是 這個是蔓越莓抹茶 然後這個是很像咖啡加某種花 然後旁邊這個是 這個也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好像 這個就是 蜂蜜還是 就是原味 沒有特別什麼味道 然後旁邊就是橘子 再來就是coco 我個人心中是覺得coco是第一名 你們覺得 coco 是不是認證coco coco 開手 我是比較建議你 都是現場 然後請他切一塊給你吃 那 那個甜度跟那個味道 是你可以接受的話 你再買 不然就三次太大費食物啦 你跟我叫他切個一兩個口味 就是還好 但是我就是很厚臉皮 就是這個 好吃看這個 這個 可是重點是 剛好那一個 就是路口那一個 就只有一個人在負責 所以他就是邊流汗邊幫我切 然後邊還要招攬客人 然後我還叫他幫我裝這種 就是特別版的 就是有加入coco口味的 然後 就是跟他講完之後 然後他就講了一連串土耳其話 然後我就覺得他應該是在罵我髒話 就是有一種 而且他不是對著你講 他是一種 碎唸 就 那碎唸 邊碎唸邊幫我做 然後 就想說應該是在罵我髒話 沒錯 就今天給大家可以去買來吃吃看囉 那我們影片就到這裡啦 以上的 土耳其的零食就供大家參考一下 我們還有 另外買了一盒土耳其卵湯 但是 帶去一個公司 同事吃一下就吃完 那我會放在片尾的地方 就是推薦 讚 對 夠夾 可是這樣可能吃不完要給我 對 很好吃喔 我真的沒想過 我以為大家會很抗拒那個東西 結果沒想到大家都說很順口這樣子 真的超好吃的 只是他小小一口而已 對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按個喜歡 可以追蹤我的IG跟粉絲專業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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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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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